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景频道 我在4月17日,菜地里做了一次直接把种子播种在地里的试验 为的是看看在我们这里,双冻日还没结束前,室外育苗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我播种的是萝卜和油菜心 萝卜直接播种,看看有没有机会吃到大萝卜 油腥菜也算有点耐寒的蔬菜,这是我4月17日播种的记录 外面的温度也在摄氏18度左右,但是夜间在零下5度 这块地当时没有卵棚,我计划是播种好以后用地膜来覆盖 保持地面的温度和湿度 覆盖 覆盖完了就是这个样子,到了晚上还在地膜的上面加了一床画纤的保卵的毯子 结果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景 鸡血和毯子结冰黏在了一起 要把血抖落下来都很困难 4月19日雪花掉后,从Home Depot赶紧买材料,搭建了这个小卵棚 因为4月22日还要连续下4天的雪 光靠化纤毯子保暖是不太可行的了 花了不到30元加币,半天功夫搭建了这样一个暖酮 地膜仍然在里面使用 果然4天的雪如期而至,后院又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了 这周一,天气终于放晴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播种在菜地的种子 经历了两场大雪历时五天下雪天气 看看它们能不能发出芽来 掀开地膜 小芽居然长出来了 这些是萝卜苗 油腥菜苗也长出来了 它们在地里的时间为八天,气候那么冷的情况下,居然还是能够发芽 除了我选择的两种蔬菜 都有一些耐含特性外,地膜的作用非常的关键 地膜上面搭一个小卵棚,避免大雪对地膜的直接覆盖 在这个局部的区域,土里的温度没有受到降温的危害,保障了种子的出芽和生长 现在苗出来了,我把地膜去掉,但是暖棚还要保留,起码要度过最后一个霜冻日 这样一来,萝卜生长足足提前了一个月,非常关键的生长期 它们生长的效果,我会继续在以后的视频中给大家分享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 bwd6